最近歐洲發生了很多事情,由法國總統馬克龍領導的執政黨在改選舉中敗選,不能夠拿到過半數議席 而已經發生了鐵路工人大罷工,歐洲的災難情況開始了 另外,福建南下水,我現在發現原來南上配備了頂級的雙控鎮雷達,至於美國福特級的航母 最近世界很多大事發生,法國的議會變天,法國議會選舉第一輪投票,起到19天結束 總統馬克龍領導的中間派執政聯盟失去絕對多數議席,馬克龍就變成一隻跪腳鴨 他想在第二任總統任期內推動改革計劃,細難的議會上通過 在法國議會,全部577個議席當中,馬克龍的中間派聯盟取得245席 佔議席的比例42.5%,雖然保住最大黨的地位,但未能取得289席的絕對多數 極左政黨屈屈法國的領袖梅朗雄,帶領的左翼聯盟取得131個席位 佔議席比例的22.7%,成為法國議會中最大的反對黨聯盟 而馬林立行領導的極右政黨國民聯盟,就由2017年的8席 大幅增加到現在的89席,佔議席的比例15.4% 左派梅朗雄的支持者,很多都是大學生和年輕人 而右派立行的支持者,很多都是蔑視歐盟,批評不約的保守派 發覺5月份的消費物價指數CPI按年升5.2% 是1985年以來最高 在這種高通脹的時勢下,反政府情緒大漲,民意走向兩極 中間路線的市場快速收窄 英國的情況亦都很壞,英國鐵路工人因爲通脹而罷工 英國面臨嚴重通貨膨脹,抽乾一夕盈利 英國鐵路工人因爲通脹就想加多些工資 但是鐵路公司因爲能源成本大升,凍結薪金,並且進行裁員 勞資雙方談不到共識 鐵路工會發動在6月10日開始,進行30年以來最大規模的罷工為期三日 而它會對倫敦25萬的上班族造成重大影響 經濟損失殖民1億英鎊 英國5月的CPI同比上漲2.1% 表面看不算太高,但是原油價格同比上漲18% 英國人大叫受不了 英國鐵路工人罷工,令它上一上世紀70年代 英國工廠政府搞得經濟很差勁 而各大機構的員工排隊罷工 現在英國的情況有很濃厚的爆煲味道 罷工行動起整個歐洲爆發 到處都是民眾高呼口號要求政府提高工資 以及對抗高昂的密格 比利時六月份的通脹高達9% 六二十日,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 也有超過7萬人走上街頭 抗議通脹高企,民眾生活成本大增 說他們自己苦不堪言 少許高舉著更多尊嚴,更高工資 以及結束消費稅的旗幟和橫額 由於機場下不少員工罷工 當日多數的航班地鐵都取消了 令比利時大眾交通運輸系統差不多癱瘓 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德國和瑞典等地 據報也都有類似比利時的罷工行動 這輪環球通脹暴升,由俄會戰爭 向美國發起制裁俄羅斯引發 由於美國五月份的通脹也高達8.6% 這種民眾抗議高通脹的怒火 也會燒向此作勇者美國 有一個資深政客 就曾經跟我講解西方政治的ABC 他說他們的人民要求很簡單 生活要過得好的標準 就是汽油和食品價格便宜 這兩樣東西是他們人民生活的必需品 他們大多數是自己開車,自己煮食 只要汽油和食品價格不升 人民就沒有什麼抱怨 其他政治爭拗只是口水戰,不埋身 我聽完就馬上明白了 為什麼美國很多東西都比香港貴 但去油浸入油,去超市買雪雞 就比香港便宜 這位資深政客說 反過來,如果汽油和食品價格大升的時候 就會大亂 因為美國人沒有儲蓄的 如果生活必需品價格大升 他們就十分難捱 只用那顆卡找數 但是要支付高昂的利息 怨氣暴障 所以物價大升時 必生亂時 既然是這樣 為什麼拜登政府 還要大力制裁俄羅斯 令到通脹飛升 將石頭丟到自己腳上 拜登當時對俄羅斯 發動一輪又一輪的制裁 逼歐盟跟進 既有私心也有錯判 私心是想撤斷俄羅斯和歐盟 特別和德國的能源合作 逼歐盟投尾 甚至要依賴美國的天然氣供應 錯判的是 以為一制裁俄羅斯 俄羅斯經濟就會懸彈 華盛頓 當日就吹噓 制裁會令俄羅斯經濟減半 現在看上來十分好笑 美國現在才發現 這個是一個你不死我死的局面 歐盟跟美國去制裁羅斯 我早說過是政治自殺的行為 香港5月份的通脹率只有1.2% 暫時未受到太大影響 但要小心 這場席卷全球的通脹惡浪 會帶來金融動盪 可能會波及香港 另外也想說說 對行水的福建號航母 它除了裝備了世界最先進的電磁彈射系統 令艦載機起飛之外 在電視部的福建艦畫面 外界突然發現福建艦的1130近防砲系統 原來已經配備了最先進的 全新的小型雙空陣雷達 想像一下 航空母艦是有這麼重大價值的軍事目標 敵方會發現我方航母的行蹤 反艦導彈馬上就會射到 航母的雷達、防空導彈和防空砲火等自我保護系統 也都自關重要 敵方的反艦導彈發射之後 我方航母戰鬥群的護航艦 會發射海洪旗狗 遠程防空導彈、海洪旗16 中程防空導彈 嘗試遠程和中程攔截對方的導彈 萬一有漏網之餘 福建艦自身的系統 只要啟動 從福建艦下手的影片當中 會發現艦上配備大量最先進的雙空陣雷達 福建艦有四座十八聯裝 航旗10 近程防空導彈發射架 以及四座新的1130 近防炮系統 為這座航母 托起中近距離的 對控的最後防禦傘 13樓以福建艦下手的影片 會發現福建艦航母的1130近防炮系統 與中國海軍之前服役的兩艘航母上的近防炮系統 在外觀上有非常明顯的區別 在福建艦航母上配備更多雙空陣雷達當中 一種全新的小型上陣雷達 就配在1130近防炮系統上面 而此前中國海軍兩艘航母的近防炮裝備 是347型多普勒雷達 以及光電和紅外一體的探測和跟蹤系統 並不相同 所謂上控陣雷達 即是雙位控制電子掃描震裂雷達 由大量相同的輻射單元組成的雷達面陣 它的快速而精確轉換波速的能力 令雷達能夠在一分鐘之內 完成全空域的掃描 福建艦航母的雙空陣雷達 發現敵方各類反艦導彈 和精確制度炸彈 已經穿透了遠程、中程 甚至近程的防空導彈來襲的時候 就會啟動近防炮系統 充當最後一道火網攔截 保衛福建艦 中國艦載雷達技術堪稱進步神速 火艦人員在20噸的無人艇上面 都會弄出小型的雙空陣雷達 將雙空陣雷達價格大幅降低 所以將大量雙空陣雷達配備到福建艦上面 包括將小型的雙空陣雷達 整合到1130近防炮系統上 也都水到渠成了 小型雙空陣雷達技術 整合到1130近防炮上 能夠在更遠距離上 配合來襲的反艦導彈等隱形目標 同時賦予多光譜光學探測系統 為1130近防炮的最終攔截 提供有效的射擊參數 能夠有效地應對超音速反艦導彈 隱形反艦導彈對福建艦航母的打擊 提高防武在戰時的生存能力 體驗到中國海軍未與籌謀 考慮到未來終於塔戰場上的隱形反艦導彈 對水面艦艇構成的巨大威脅 當然航母艦在出海的時候 是一支浩浩蕩蕩的海上編隊 用一個05型的萬噸大驅 052D型的防空驅逐艦 和054A型的護衛艦的護航 同時會被稱為大黑羽的039B 攻擊型核潛艇 素稱水底下的航導 有艦載戰鬥機 水面艦艦的護航 防空導彈和禁局的制度導彈 本來已經很難突破 數從對空火網的攔截 而福建艦航母艦大多數的雷達 都已經上控陣化了 因為上控陣雷達的數量至少有32面之多 包括福建艦艦艦島上面有24面 而艦體上面至少有8面 只能夠說福建艦航艦艦艦艦雷達 雙控陣化已經推進得太徹底 可以說是配上非常奢華的雷達系統 比美國福特級航母 所配備的艦艦艦艦又有過支 可以說是超級頂配 已經是最強的防禦系統了 最後再講講 1130近防火炮系統 本身已經擁有萬發炮的美魚 系統有11群30mm的炮管 最高射速達到每分鐘一萬發 一次能夠鎖定48個以上目標 拦截最后威胁的目标 现在130近防派系统 配上了小型上阵雷达 实力耕持 拥有更高的探测距离和探测精度 能够锁定尼泽的各种反栏导弹和正确制度炸弹 福建南航母的对空防御 可以说是滴水不漏 有了这种上阵雷达保护 也可以说是全球顶级保护的航母 比美国航母有后发的优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